第四百四十六集 魔舞,一号操场,主席台上,李老头遥望远处,微微凝眉,吕凤柔也眉头微动,开口道 两位八品,一位七品,多了一位八品强者 李老头摸了摸下巴道 这要是干起来了,老王不插手还好,插手了,咱们干不过呀 吕凤柔脸色难看,扫了他一眼,没好气道 你在想什么 这家伙心里怎么考虑的 李老头笑眯眯道 哼,赢了五把神兵,哪怕他们那些人也该肉疼吧 真要翻脸干起来,难道不要考虑考虑 这是魔都 魔都也不代表他们不敢干 谁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反正做好准备 说着,李老头又道 五把神兵,赌约都定了,已经是我魔物的能中物,可不会给出去 一旁,方平小声道 老师啊,不至于吧,他们都是有钱的主,五把神兵而已 而已 李老头瞥了他一眼,小子啊,你比我还狂呢 没搭理他,李老头笑道 再说吧,大不了就不要了 也没什么,等回头啊,你小子有能耐了,抢了他们老巢 方平小声道,您知道在哪儿吗 嘿嘿,太行山一带吧 李老头笑呵呵道 大概在那边,具体在哪儿,不太清楚 他们人应该不少吧,怎么在地底下藏起来了 未必 李老头悠悠道 九品绝颠有些能耐,也许出乎你我的预料 精神力屏障你是知道的 到了九品绝颠,封尽一地,你觉得可以做到吗 方平脸色微变,难难道 倒是有些可能 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了一些神话传说 动天伏地一说,您知道吧 您之前说,宗派界隐藏了一些八品金身 您说,会不会也藏在这样的地方 毕竟真要有强者藏着 现在的宗派虽然依旧神秘 可您这样的强者,靠近了,应该是可以察觉到的 他们总不能跟老鼠似的 一辈子一动不动,收敛气息吧 李老头摇头道 别去深究 深究下来,你会发现秘密太多 真要有这样的地方 岂不是意味着宗派也有九品绝颠 您要知道,乌大爷只是现代崛起 自古以来,都是宗派为尊 如今一些隐藏的九品绝颠 难道还能是来自五大的 我觉得,有些人可能就是宗派的 李老头沉吟道 这倒也是 算了,不管了 你就算知道了这些也没用 难道你还想去他们那儿挖点宝贝回来 方平好笑道 我现在可没这能耐 李老头看了他一眼 合着,你以后有能耐了 还真想去啊 聊了几句,李老头道 人道了,你们怎么安排的 秦凤卿第一 姚成军第二 王继阳第三 李寒松第四 我最后,李老头微微点头 没说什么 起身道 走吧,去看看 是不是对方的长辈来了 我对这些人还是很好奇的 榜单上好像没有他们的名字 吕凤柔也同时起身 一起朝台下走去 对这些人 他也有些好奇 那就是李长生 李墨摇摇看了一眼 微微挑眉道 不是八品 他提前凝聚了金身 有点意思 李墨笑了笑 又看向吕凤柔 半赏才到 那是 吕震的女儿 王部长点头道 是她 没想到都这么大 一转眼 也进入七品了 李墨感慨一声 时光如梭 岁月无情 她看起来年轻 实际上和吕震 是一个时代的人物 当年 她也是和吕震打过交道的 认出吕凤柔不奇怪 振兴城并非与世隔绝 只是她很多年没来魔都了 魔物这边的强者 也很少去北方活动 要不然大家也能碰面 很快 双方便碰面了 看到李墨 吕凤柔眼神动了动 忽然道 我见过你 李墨青笑点头道 三十年了 差不多这么多年了 当年你父亲带你去西山 我们见过面的 说着 李墨笑道 恭喜了 没想到一转眼 当年的小丫头 现在也成七品了 吕凤柔微微点头 也没多说 王部长见状笑道 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魔物的李长生院长 吕凤柔院长 这位是 振兴成李墨 李墨主动开口 李墨 我听我老师说过一次 差不多五十年前 魔物建校没多少年 有位天才舞者来挑战他 也叫李墨 李老头忽然道 对 是我 李墨也不否认 接着有些感慨道 没想到 五十年又一次轮回 朕兴成的舞者 又来到了魔物 李老头笑了笑道 呵呵 结果也是一样的 李墨深深看了他一眼 但笑道 当年是我败了 不过如他者 又有几人 魔物老校长 名气也许不大 却是真正的天骄舞者 年纪轻轻 接着魔物 一步步 带领魔物壮大起来 自身修炼 其实被耽误了 要不然 恐怕早就跨入九品镜了 李老头也没否认 对方的说法 他长生剑 也算是一带天骄了 可比起老师 还是差距颇大 没在意这个 李老头又道 朕兴成 你们不是一直 遮遮掩掩 隐藏不出吗 这次怎么公开出来了 李墨清笑道 你们也许是误会了 朕兴成并非不出事 也并非与世隔绝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 大家各司其职罢了 之所以不在外界活动 也并非像你们想的那样 一心想着逃跑 之前贵校的吴校长 提出了这事 应该是有些不满意 不过我还是想说 所谓的留种计划 只是给一些孩子 一点希望 给几位老祖 以私慰藉 其实 这个计划持续很多年了 可没到绝望的时候 谁会抛弃孤独 四处流浪 如今很多人 其实都是从 镇兴成走出来的 都是当年的 留种计划的种子 我是其中一员 当然 也许你们觉得 我无法代表什么 那军部的李镇司令 应该足以证明 很多东西了吧 李老头脸色一变 陈生道 李司令 出自镇兴城 不错 说起来 和我还有点亲戚关系 李末笑了笑道 不止李镇司令 军部其实还有不少人 也是出自镇兴城 这些人 当年也是你们眼中的 逃跑人员中的一员 可如今 他们也奋斗在第一线 给一些小辈 稍微留那么一点期望 让他们不至于绝望 到了那个境界 自然会做出 他们自己的选择 很多种子 其实杀敌不比你们少 只会更多 今日说这么多 只是不希望 我们自己离心离德 大家的目标 都是一致的 李老头无所谓的 不用和我们解释这么多 都活了这么大年纪了 还有什么看不透的 校长之前发怒 并非为了这事儿 李墨青笑道 那这样最好 魔物毕竟是名校 这些年 培养得无者无数 真要有所怨言 大家可以坐下来 好好打 以免内不适合 李老头笑呵呵道 那不至于 魔物也不是那种 不识大体之辈 几位宗师强者谈话 并未公开 而是布下了精神力屏障 方平也不在意 这次也没偷听 到时候问问李老头他们 自然就知道了 此刻 方平正在和蒋超众人闲谈 介绍了一下王金阳几人 李飞这些人 并不是太在意 再怎么介绍 也只是无品无者 名气再大 武大这边 也没人大过方平 连方平他们都不太在乎 更别提比方平还弱的几人了 简单聊了几句 蒋超有些不耐烦道 什么时候比啊 你们这边谁第一个 趁早打完了收工 光头 你多准备点能量果 打完了我就要吃 秦凤卿此刻手中拿着的 是A级长刀 之前没时间搭理这胖子 一直摸着刀发呆 此刻听到蒋超的话 秦凤卿忽然咧嘴笑道 这么着急招死啊 蒋超一脸的不在意 一旁苏子素拉了他一下 别那么没风度 蒋超撇撇嘴 秦凤卿咧嘴笑道 我也是第一个上 胖子 你知道吗 这些家伙都不是太看得起我 说我最弱 让我第一个 可我寻思吧 我若干你这种假六品问题也不大 你说是不是 你 秦凤卿打断道 别废话了 你想趁早打完我也想 挺长一段时间没走人 都以为我秦凤卿弱 秦凤卿不满地看了方平几人一眼 你们行 小看我是吧 我秦凤卿今天证明给你们看看 方平没理会的 看了一眼旁边的几位宗师 笑道 等宗师们聊完了 我们就开始 诸位伤安勿躁 不急于一时 刚说完 几位宗师就不聊了 李末看了一眼方平几人 又看了看李飞众人 淡淡道 好好道 是 李飞众人连忙应声 李老头笑呵呵道 方平 你们别拽了五大的名头 全力以赴 明白 话说到这地步 切磋散算是正式开始了 方平朝李飞他们点点头 接着和王金阳几人离开 比赛 大家不方便混在一起 有时候谈话 也不太方便被人听到 双方各自分开 走到主席台两侧 等到了休息区 方平忽然侧头看向秦凤青道 虽然没指望你赢 可就算输 也不能输得太难感 昨天狠话一箩筐 今天轻易被人击败 丢人 也是丢的你的人 秦凤青脸上笑容渐渐收敛 很快又变得有些玩味起来 笑眯眯道 方平 你真以为我秦凤青混到现在 就只会跑 方平轻笑道 你这是要证明给我看 不 不 秦凤青摇头 笑道 证明给你看有什么用啊 我无需向任何人证明自己 我只想让我自己明白 我是最强的 没人比我更强 那我拭目以待 你就等着好了 秦凤青此刻一脸的傲气 轻轻摸了摸手中的长刀 黑黑笑道 有人要不是变异了 我一个砍十个 居然敢跟我秦凤青 小张 刀啊刀 咱们迟早砍得他们较低 是不是 方平也不说话 王金阳几人一脸无视 你狠话放这么多 待会被人揍惨了 那就难堪了 此刻 主席台上 王部长走了出来 开口道 都是舞者 这次也是私下切磋 规矩就不用那么多了 双方轮战 直到一方五人 全部败阵为止 下面 双方谁出战 出场即可 话音一落 秦凤青就一个月身 落入了操场中 蒋超则是慢悠悠的 一边吃着能量果 一边走下休息区 笑呵呵道 这么急着着打 秦凤青不说话 身上却是刹那间 血气沸腾起来 是血气 并非气血 此刻的秦凤青 和平日的点儿 郎当不同 面色冷俊 严肃至极 蒋超动作微微一致 一口将能量果吞下 却是不再取出 剩下的能量果继续吃 默默往场中走去 休息区 方平挑眉道 说实话 我和他认识这么久 从未见过他打擂台战 和他一起下地窟 这家伙也是出功不出力 打得过就打 打不过就跑 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跑得挺快 滑头得很 你们说 他能打到什么地步 方平是真的没见过 秦凤青上过擂台 他见过秦凤青和谢磊教授 可大家都是一个学校的 秦凤青和谢磊比斗 也是真正的切磋 点到为止 不像方平他们 交流赛的时候 打得也是全力以赴 王金阳微微眯眼道 别小看他 这家伙很劲很足 他真要拼命实力不会弱 当初一品巅峰的时候 我的骨髓之力已经复苏 还是二次催骨 他才一次催骨 和我比斗的时候 我差点被他一刀劈了 谢磊不如他 我和谢磊教授打了三分钟 和他教授 打了六秒 方平微微挑眉 舞者教授 并非时间越长越厉害 六秒分了胜负 意味着双方 要不实力差距极大 要不就是危险到了极致 动辄分生死 王金阳这么说 显然没有贬低秦凤青的意思 当初下地哭 他四品镜 秦凤青才三品镜 王金阳都没觉得 对方是拖累足以证明一切 一旁 姚承军也沉生道 他在魔都地窟 混得风生水起 哪里危险 往哪里跑 光我看到他重伤归来的 就不是一次两次 这家伙 就是性格不讨喜 实力 还是不错的 那今天还真要好好看看了 方平来了兴致 王金阳和姚承军 都是高傲的人 这点虽然没表现出来 可的确是事实 他们觉得秦凤青不弱 那肯定是不弱的 方平还真没有太大的概念 他只知道 秦凤青这家伙胆子大 这就足够了 操场中央 秦凤青身上煞气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 对面蒋超面色 也渐渐凝重起来 好像有点小看着光头了 他六品中断 对方才五品出断 差距很大的 都不止一品了 主席台上 王部长健壮 陡然喝道 开始 话音一落 秦凤青猛地踏地 地面瞬间塌陷 秦凤青如同猛虎扑石 瞬间抵达对方面前 而蒋超也并非没有动作 秦凤青冲过来的同时 蒋超也踏空而起 胖乎乎的身形 丝毫不显笨拙 凌空一脚踏向秦凤青的脑袋 这一脚踢出 蒋超的靴子爆发出灿烂的光芒 空气都被踢得爆炸声连连 靴子前方更是卷起一阵 龙卷风般的能量和气血波动 瞬间朝秦凤青全身卷去 秦凤青没有丝毫迟疑和犹豫 看都没看 直接冲入了龙卷风中 另一边的休息区 苏子素小心惊呼一声 这光头怎么不必 蒋超刚刚一脚踢出 并非毫无章法 这是一种量身打造的战机 那些龙卷风的能量和气血形成漩涡 切割到人体上 可是不必合金兵器直接斩在肉体上 伤害若丝毫的 秦凤青为何不必 他知道自己实力和对方差距很大 而且对方有神兵靴子 一身实力恐怕都在腿脚上 打持久战 躲避战 恐怕最后输得会很难看 这些人差的是什么 是狠劲 这也是对方唯一的弱点 是狠劲 是狠劲